九韻藤香 吐你茶 邀你關注 香港衛視 東邊西邊 五月驚奇 戰果鎮 仗盡天涯 齊菊塵 天衣蒙湖 鬥群獸 獨條大葉 天為城 九韻藤香 天選大城 一個是被視為賺錢機器 出事後被丈夫甩鍋的職場女強人 一個是被視為生育機器 價值被炸盡後被丈夫拋棄的全職太太 威娅和李靖磊的事件爆出後 不僅讓人跌破眼鏡 更是引來各種熱議 煤起燈效應 半竹吃老虎等詞彙也在各種評論中隨處可見 那麼全職太太真的是一個高危職業嗎 女人有了事業才一定有保障嗎 歡迎收看本期《東邊西邊》 我們看了幾個例子 都是發現好像全職太太這麼一個職業的選擇 和我們的學歷 我們的身材 我們的背景 其實沒有硬的關係 任何人都有可能選擇這條路了 任何女性 但是呢 我們好像看到是有一些危險 這種就是選擇成為全職太太 有什麼風險我們要考慮呢 還有的就是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你說那個全職太太的危險就是有一天 男人被拋棄了或者是怎樣的 對 被拋棄吧 這個詞比較貶義 我們說就分手了 兩個人離婚了以後 女性長期在家裡工作 對社會上的一些工作和崗位呢 脫離的時間久了 陌生 加上現在呢 崗位競爭又比較劇烈 就是想一下找到工作的就業機會很難 就是我一直拿丈夫的錢生活 一直丈夫給家用 突然我斷對了 怎麼辦 我們講的是這個風險嗎 是不是這個風險 我覺得是 對 那這個風險如果有的話 那就說永遠存在 因為結婚的下一步就是離婚嘛 一定是嗎 就是沒必嘛 我們說它的概率是存在的嘛 如果你結婚下一步就是白頭到老 那我們就不考慮離婚的問題 那最好 但現在你只要結婚就可能離婚嘛 下一步就這樣 如果按這個理論去推的話 那所有的女性都不要當權責太太 OK 那就有一個問題了 也就是說都要保持 還有一隻腳是在外面的 對 那如果按這樣的推論的話 那日本怎麼講 日本是全世界權責太太最多的國家 而且日本的女性地位並不低 日本流行一句話 你退休了咱們倆離婚吧 把男人能嚇死 因為日本的 她的那個工資都是要上交的 她有些公司啊 發薪的時候是直接把工資打到老婆的卡上的 而且在日本 權責太太是一個非常受人尊重的職業 就是沒有權責太太就沒有家 沒有家就沒有孩子 沒有孩子就沒有未來 所以你這個理論怎麼成立 如果我們永遠懷疑一個人 那這個人的關係是非常惡劣的 所以我們從兩個角度講 是不是我們國家應該有一種機制 你像很多國家 你比如像有的國家 男性和女性同居八個月以上就視為事實婚姻 對 你要分財產了 對 我們一個是從社會機制上一個 再一個我們從教育上是不是應該下手 就是每一個男人你應該負責任 而且我們對一個女人她做權職太太權職媽 是不是給予尊重 就你打心理尊重 不是表面那個逼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從哪個角度講 對 周老爺是把我想說這個觀點說了 所以我再補充一下 可以可以 其實有些我是跟您是認同的 就是我覺得是兩個方面的因素 一個是主觀 一個是客觀 你主觀方面的你作為一個女性 你嫁了人起了婚 是吧 你的身份變了 那這個時候你不能說是一個自我的因素吧 你不能說就此就是不再進步了 不再聯繫了 不再對自己有要求了 沒有一個人生的規劃 和一個未施付出的一個努力 那你說的是權職太太沒有進步的意思嗎 對對對 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別的了 權職太太有很多進步 沒有沒有 我只是說 怎麼樣洗衣服 怎麼樣做飯 怎麼樣帶孩子 怎麼樣陪伴 這都是進步 但是我的真正是個人的人生的規劃 和他自己的自我的這個 比如說你自己業務的 你說的是人生職業的規劃 是你個人的 人生的規劃 還有個是自我學習 你學習的目的不一定是為了做工作去賺錢 有時學習為了自我提升 自我充實 自我優化嘛 他要學習 他要去了解新的東西 不是說你做了權職太太了 你就只盯著是一天三餐 和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你也得學習 得讀育兒書啊 因為我也是個媽媽 我發現讀基本書 發現我真是不懂得怎麼做媽媽 因為你讀了那些書才知道 哇 育兒真是一個 一個旁的 一個 學著浩瀚的一個知識海洋啊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學習的 這是一個自我因素 所以這個自我因素 如果你不學習就有風險 你做不好權職太太 權職太太 其實我當然了 我是女性 我當然會很崇敬 和認可她的付出 和她的這種榮耀了 另外呢 作為男性來講 他另外一個風險因素 就來自於男性 就是你選擇的那個人 對呀 這當然是風險了 你這個人 他是不是尊重 他認為這真的是一副 令人崇敬的一個 其實權職太太就是個職業啊 不是崇敬 是信任 信任和 把握得住 一個是信任 一個是要真的是尊敬他 要是在家庭成員類 最不要認可他這一份 對家庭的努力和付出 你是家裡的另一半 不是說只是說 有的有的年 這個男性的風險在於 這個男性是不是他 能夠真的 能認識到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男性不承認的話 那實際上他會 在家裡有意無意的 會貶低自己妻子的付出 覺得他不就是在家裡 做點家務 因為很多男性 他沒有做過家務 沒有帶個孩子 他根本不了解 這中間有多少多少的 辛苦和風險 所以兩個因素 兩個風險 他說這個問題 在我們生活當中 確實存在啊 你看夫妻吵架的時候 在我的諮詢當中 經常會聽到男人這樣說 那家裡錢不都是我賺的嗎 你幹了啥了嗎 這都惡劣嗎 房子不都是我買的嗎 這個是非常惡劣的 是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男人在 認識這個問題上 就顯得非常狹隘 那我們要反問一句 如果沒有這個女人 你能這麼安心的 去賺錢買房子嗎 如果沒有這個女人 操制家務 你的孩子能這樣子 安安稳稳長大嗎 她的作業誰輔導啊 她的這個衣服誰洗啊 所以這是我 我為什麼剛才強調一個教育的問題 是不是 你比如說我受的教育 我就是那個有點大男子主義 但我這個大男子主義 可不是欺負女人啊 我喜歡錢著太太 如果我的老婆說她要去工作 我會非常的傷心的 我的概念是 女人就應該把家管好 而且女人不要去受苦 社會上的技能多複雜啊 另外還有一點啊 社會的分工是越來越細的 如果你想我把什麼事都去做 結果是什麼事可能都有問題 人要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 要分工好 當然這是個理想的狀態 如果說就是周老爺的家裡 如果是孩子他媽 就是在家 就是要在家裡有家務啊 有教育孩子啊 具體需要他做一點什麼了 就女人第一點 應該跟丈夫保持融洽的關係 因為女人職業女人有個問題 職業女人一忙一累 回來一煩 丈夫回來一累一煩 兩個人在一起 你說誰不煩 誰給誰倒水 不煩嗎 所以家庭主婦 第一應該是 先跟丈夫能保持良好的關係 照顧好你的男人 我們說的相夫 下來呢 就是你生完孩子以後 你應該把孩子帶好 因為孩子的教育 陪伴很重要 我們現在很多媽呀 嗯 工作了 把孩子就甩給老人了 你甩給老人了 就甩給我們了 我們這什麼老人呢 對不對 我們這老人 還沒來得及老 就已經帶孩子了 就女愛 把你孩子給弄壞了 所以愛 孩子的第一步是要陪伴 OK 所謂相夫教子 所以全責太太 下面的工作就複雜了 家裡的照片 應該怎麼寄 視頻應該怎麼保留 家裡的財物怎麼支出 金銀怎麼管理 一年四季的服裝怎麼弄 哎呦 沒有還沒有 應該是家裡的女人做主的事情 應該做主 郝老師你在 你有時候是在暑假寒假 對 還有一些就是請假的時候了 你也可以 短時間的半年 這麼一個全職太太 對 真的感覺怎麼樣 你如果一直在家 然後丈夫還在外面賺錢的時候 你會 你會家裡的家務都做好了 享受嗎 對 因為我朋友是這裡吧 我很享受啊 我想受獨處 而且享受安靜 其實我現在反而隨著這個年齡的增長 並不是洗澡到外面去參加各種活動啊 其實我有時呢 我覺得我不代表普遍性 有時候我希望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享受那種片刻的安靜 沒有小孩呀 沒有丈夫 所以我覺得還是 為女性還是得發生 女性永遠需要有獨立的自我 你不能說當了全職太太 或者當了職業女性 變成一個女強人女漢子 當了全職太太 你就完全不自己的鋪給孩子和丈夫 那樣左右天 大家也會覺得你沒有成長 也會唾棄你 在親密的關係當中 煤氣燈效應其實常常被忽略 不管是施暴者還是受害者 在這個過程中 雙方往往都渾然不知 那麼為什麼處於親密關係中的操控者 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另一半呢 歡迎繼續收看 李靖磊 李靖磊 他最近過得就是比較 比較雷神之鎚 難受的事情了 但是呢我們從他的一些 就是微博上面寫的這些文章了 我們看到他這個 這個去反擊的這個水平還是有的 然後他還是顯得挺厲害的 挺敏捷的 那麼很難想像他在婚姻當中 這是比較弱的一方了 就是很卑微的感覺 那麼我們有一個詞就是 Gaslighting Gaslighting 大家應該可能比較熟悉吧 就是煤氣燈的效應 那麼這個煤氣燈效應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呢 就是有哪些比較關鍵的時刻沒有把握住 我們就會淪為婚姻當中的 就是一個被欺負的那一位呢 Gaslighting 他是1944年的那部電影 他是像這個Gaslighting 有點像P.O.A 就是說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總暗示你這個老婆 你不行 你窩囊 最後女人就失去自信 越來越懷疑自己 越來越依靠這個男人 受這個男人欺負 他主要的簡單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就是王力宏的老婆嘛 他用這種方法呢 說這個王力宏 而王力宏的團隊 用另外一個日本名字來說他 這種夫妻的這種討論 公開在社會的大庭廣眾之下 是比較難過的一件事 我一直這樣認為 夫妻之間的事 永遠是夫妻之間的事 我們現在吃瓜這些群眾 你永遠不知道王力宏和他的 所謂的那個點 真實的關鍵 他們有沒有幸福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美好的時候 不美好能生三個孩子嗎 那你是 你是美國留學的博士 那王力宏跟你相處這麼多年 你難道睜之眼閉之眼你看不清楚嗎 所以你就說他並沒有那麼弱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的是啊 就你怎麼看呢 當然還有一個 你像王力宏他寫的那些話 包括他引用了一個日本名字 來攻擊女方 我們冷靜分析一下 王力宏不是他自己能左右的 王力宏這樣他是有團隊的 你王力宏能隨便發表個東西嗎 你敢嗎 你後面的這個這個管理團隊是受限制的呀 所以我們在評價這個問題 我建議我們聽眾對別人的婚姻問題啊 盡量是保持一種冷靜狀態 就聽一聽 或者說你提出一些質疑可以 但是不要下結論 我們很容易下結論 一聽王力宏是個混蛋 至少我們看了一方我們都覺得 這是另外一方不錯 對 我覺得是十二人 還有一個天性的問題 就是女性容易被人同情 弱勢方被人同情 知道嗎 但還有一句話什麼的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你想過這個畫面 當有一天把一個大瓜抱上的時候 我們又很驚雷 我們從中能學習的問題就是 婚姻大家互相要欠讓 要保存它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概念一定要建立 婚姻不是永恆的 任何人都不能離婚 比爾蓋茨都離婚 對不對 你怎麼講 所以不能因為離婚就有評價什麼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好多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對這個問題這樣認識 我也覺得真相永遠 不是吃瓜群眾能揣摩的 沒有真相 對也不能只是信這個 或者只是信那個 肯定中間就是有 因為他能發表出來 讓你看的東西 一定是精雕細琢的 進行了改頭換面 他倆的離婚 已經不簡占是一個男女 什麼夫妻感情的問題 什麼崩了的問題了 他就成了社會現象了 成了一個群體效應了 所以說不僅僅是一個 男女之間的情感那麼簡單了 而且背後 確實像周老師的 背後都有各自的團隊 是吧 中間都是一個博弈 就是一個博弈而已 但真正的現實生活中 現實婚姻中 確實存在 那種Gaslighting的這種 就這種操縱 對於這種 就會利用情感的操縱 情感的欺騙 讓對方 不一定還是女性 有這可能是男性 對都有可能 互相當對方覺得慢慢 自認為自己是不是愚蠢 或者弱智 或者低智 或者說有問題 這種情況很常見的 其實我之前有個朋友 好像我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這個才想 從心理學角度講 他就是一種 梅西登的效應 因為他實際上 嫁給他丈夫之後 他就越來越覺得沒自信了 越來越覺得自己沒用了 當然他也是個全職太太 他丈夫經常就是口頭喘 你懂啥 你知道啥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又忘了 就經常有這樣的一個 有意無意的 其實這是一種 語言上的一種暴力 這是一種 這是語言上的一種 abuse 是吧 我覺得這個 他嫁給他丈夫之後 你看那個臉上 越來越沒有精細神了 你感覺也慢慢 就沒有什麼自信了 講話也沒有那麼大聲了 其實我覺得 其實現實生活中 有的人是有意 梅西登的效應 有的人是處心極力的 故意想 比如說想迫害自己的妻子 成為精神 有點精神病 或者什麼財產分配 但有的人是無意識之間 對方有這種虐待 極端的 有可能就是想要有點地位 那個是極端的 像犯罪一樣的 但是這種梅西登效應 我覺得大量存在 一種無意中的 對對方的傷害 對 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操控 對方的這種覺醒 是可能 像李靜蕾說 他什麼看了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才跟他溝通 當然李靜蕾 本來在哥大 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 他的 他的本科學的就是心理學 所以我覺得李靜蕾也不是很簡單的 他自己也知道 他實際上處於這個位置 他會自己自我分析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女性 哪有這種知識儲備 和這種後備支撐呢 他也不可能去看心理醫生 特別我們中國的女性 不太習慣去看心理醫生 很多女性 也不知道這個詞 也不知道這個概念 對 很多女性就覺得 好像我自己就弱了 對 我覺得我碰到的 有一兩個女性 她就是覺得 反正嫁給她老公之後 她的越來越沒有神采 越來越沒有光彩 她丈夫可能就是這樣 其實她這樣本身 越是無能之人 越是用這種精神操控和虐待 來達到自我價值的肯定 為了保衛自己 還是有一個地位 或者是有一個自己發揮的空間 像你剛才你說 你認識那個人 他是個習慣 他改不了 他不是我們講的那個 蓋斯拉伊町 蓋斯拉伊町 它是有計劃 有預謀的做各種圈套 你覺得更多的是故意的 對 把你陷進去 你像我們看那個 我覺得潛意識裡面 也是有故意這樣講 1944年那個電影 那蓋斯拉伊町 那個男人壞到什麼程度 她假裝給這個女人東西 又偷掉 對 說你怎麼把東西都丟了 造成她的模糊 就是要把她送到精神院裡 對 所以我們這個 還不是蓋斯拉伊町 那個是有險惡的用心的 但是生活中 生活中大部分 不是這種極端的個例 也不是有犯罪目的 生活中大部分 都是有意無意的 去進行精神虐待的 好像這個詞慢慢的在變遷了 因為大部分人 就是用得越來越普遍了 對 有的人好像是無意的 但是這樣潛意識也 還是有點有意的 你只要談到這個問題 這是家家都存在的 人性的惡 人掌握一定權力以後 你不要說是 你是一個大官的 你就看門口一個小保安 一旦掌握了一個權力以後 會有多惡 他一旦能夠掌握這個權力以後 他能前置你的時候 他能作用到你的時候 你看看有多惡 所以這是人性本惡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話 像是一個女人就嫁給誰 都有這個風險 都有都有可能 不過你男人娶娶也有這個風險 外子你娶個凶的女人 你也倒霉的 一樣的 所以我剛才說 這中間本來就是 男性和女性都可能 處於這種 媒體燈效應中 說回這個詞 郝老師 你有描述的 好像有那種 就是比較弱勢的男人 有啊 可能會對他家裡的女人 會有這種行為 有啊 一定是弱的人 會成為這個做 受欺負的人 沒有啊 博弈啊 沒有 是受 不是 是施暴 是做 是進行這個 gaslighting 一定是內心比較弱的 想要一點地位才這樣嗎 還是有一些人 自然就是強 那是能力差 內心強 我覺得兩類嘛 一類是他本身很強勢的了 他但實際上 還有一種 他實際上是一無是處的 但是他就是 想找到自我價值 他就手邊能夠 最親的人 他反而是要傷害和操控的那個人 來求得內心的一點點價值 所以有的人 這樣也是很可悲的 其實我也 我真的又想到 我有一次在機場去旅行 出國旅行的時候 在機場安檢 我就是一秒鐘的一刹那間的一個場面 我當時還是有點 我當時瞄了一眼 就是一個一個男的 他是個外國人 他對他 他妻子不是在那裡過關的時候 在包裡抽那個護照嗎 他妻子動作比較慢 他包裡有很多東西 他抽啊抽啊抽啊抽不出來 結果他不是就等於是堵住了那個通道嗎 後面好幾個人等著 等著過嘛 等著過機 就是要把護照 你是說動作慢男人發了 動作慢是吧 那個男的在前面就是自言自語的迪路是stupid 就這樣 然後當時我覺得他其實是聽到了 當時他妻子的臉色一下 我就明顯了那個女性 她本身是正常的 她找很著急 她已經很著急了 但她的丈夫能夠低過一聲stupid 這個女性啊 應該不是女孩子 當時我覺得她臉上神色一下就暗淡下 我瞄了眼 別人看她笨沒關係 是吧 她自己的丈夫這樣看 這樣看的話就是有一點精神虐待 其實就是一種精神上的一種藐視 一種 而且她丈夫是隨口說的 聲音很低 但是我當時呢一刹那間我看到那個女性的臉上一下子 她一定是聽見了 而且她當著心裡非常肯定非常的不好受 可能習慣於這個 所以說人 人和人的相處啊 真是 這種俗聲的 罵別人呢 我覺得很神奇的一個行為了 因為你又不敢直接說了 但是你又很想說出來 但是對方又聽到了 然後這就是一個 其實這也是一個虐待 起碼是一個貶低和否定 一種虐待 貶低和否定 讓對方喪失自信是吧 就男女之間夫妻之間的這語言表達還是很重要的 是 她有些話看著是 就一句 但是寄到心裡可能是一輩子 對吧 你比如說 剛才說這個stupid 說他是個笨蛋 那你說這種東西呢 人聽了以後 你就對我真對我這個看法 而且人還有一個 人有一個本能 就比如你說你愛我 他會問真的你愛我嗎 他會懷疑 但如果你說我是個stupid 他就相信了 你說一個人壞 他會相信你百分之百說的是真話 但如果我說我愛你 他不見得相信你 是不是裝的 裝的 很傷人 所以我們要提倡呢 尊重的時候 首先要從語言開始 要學習語言 對 另外那個做丈夫做女人 要注意一些細節 這個話可能會記一輩子 反而是越小生了那種 因為 不一定是大喊大叫的話 讓你感動和失望的都在細節 而且狐狸尾巴就在細節 對 大的東西人會裝 往往在小的方面 人就會舒服 暴露就是真相 俗話說傻人有傻福 不管是在戀愛生活 還是在婚姻生活中 會裝傻的女人 或許更容易收穫幸福 但不可否認的是 受傷的往往也是女人居多 那麼具有哪些特性的女性 在婚姻中更容易被丈夫 扮豬吃老虎呢 歡迎繼續收看 那我們往下聊 就是另外一對夫妻 就是威亞和董海峰 被罰的其實不是她個人 是她們一起經營的這個公司 在他們兩個人名下的公司 對 被罰 對對對 然後他們後來就是補回 補回這個稅款 還有還有那個 繳了好多的這個罰款 這個肯定是很心痛的一個時刻了 把這麼多錢繳出去了 不行 同時還要寫一個道歉信 我們看到那個董海峰 他寫的這個道歉信 就是好多網友看的就是只有兩個字 甩鍋 大家都覺得甩鍋是很明顯的事情 是是 因為你的所有的那個公司啊 都他法人代表 全是他們有20多個公司 而且有好多空殼公司 而且他法人代表都是董海峰 那你法人代表實際上是公司老闆呀 實際上所有的主事的是他丈夫 結果他那個道歉信裡面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是不專業的什麼 他們公司的稅務團體 還是因為他們自己的什麼什麼 其實是他完全是瞎扯 所以後來杭州那邊都說了 你覺得不可能他不懂 杭州税務部門都說了是多次警告 提醒還是不執行 不繳水不補水 那說明他們是明知故犯的嘛 說非常惡劣的 就自己明明是一個強勢的 沾了大頭利益的 背後大boss 但是自己在世道林頭呢 就把那些他旁邊的人抓出來去頂 去頂罪 自己把自己拖 拖得一點干系都沒有 有利益的手歸我啊 但是你有問題的手 我們要找一個提醒 甩鍋 對 正常 周老師怎麼看 他這個甩鍋可能是講了兩個 一個是他稅務方面的 他甩給那些 就是基因公司 對 都說是別人的誤判之類的 對 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你任何一個公司嘛 你作為一個頭 你在那個位置上 你也會這樣甩鍋 你分配工作是合理的 對呀 但是你也得真督 我要是那個位置 我也會這樣甩鍋 說事就要甩鍋是吧 你很少有人說 這是我的事情 我就是有意的逃碎漏碎 你敢這麼說嗎 像以前很多地方的問題 都是中電工搞的是吧 還有一個甩鍋呢 他是說 他丈夫把這個事情甩給他老婆了 他老婆在前台 挺倒霉的 大家譴責的是 薇雅逃碎了 其實呢 不是薇雅逃碎了 是你這個公司逃碎了 你這個公司逃碎呢 是你們整個操作逃碎了 你這個操作逃碎呢 是你這個丈夫在後面支持的 我們觀眾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他甩鍋甩給他的老婆了 就是說董海峰這種行為 是半豬吃虎的 就是你明明你是貪了大頭的 實際上你做 你這個是實作用 所有的可能你是設計者 但是最終出事的時候 你好像就想逃掉 是當時沒想到 承擔的責任 會反映到自己的身上 其實他從一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去偷稅逃稅的時候 你就應該能預示到了 我們看這個致欠信裡面 就是董海峰的這個致欠信裡面 他強調的說他現在已經按照 准確的45%的一個個人所得稅的一個比例 補掉這個稅了 好像這一句是聽起來好像很可憐一樣 哎他這個 怎麼那麼大一比例 接近一半都沒了 連他那個連他那個信領說 他們還做過什麼慈善呢 大家都不買賬 因為明顯是我想博同情 他相對於他的這種說 從社會中獲取的 他做的慈善是遠遠不能夠回對等的 所以說就 他不是做慈善不能對等 是他做慈善是為了遮掩 人們看到這一點感到非常卑鄙 所以說大家不買賬嗎 如果你的做慈善剛開始是愛心 我們能理解你的愛心 但是我們知道他做慈善是為了遮掩 那他是一個手法 你左手是捐 你右手是轉 他們都是明智顧犯的了 他那個空殼公司搞了那麼多 20多個還是多少 全部都是你既然搞這種公司 大家都知道是為了透水透水的 所有的這些我們流量主播呀 網紅主播 包括一些明星的那些空殼公司 興哥您是做這個的指導 他們都是這個目的的 所以說現在還說是 我做什麼 我做空殼公司嗎 也不是 您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的 這個搏擊的劍耳 所以你很了解這個市場中 有各種惡劣的現象 所以他們這樣子是明知故犯的很明顯 好老師說到了一個詞就是 半豬吃虎 半豬吃虎 好像就是 看起來是很無辜的 是吧 但實際上就是最後就是 你最得利 就是占別人的便宜 大概這麼一個情況 那麼在婚姻當中 好像有一些女人是比較容易淪為 被半豬吃虎的這種後果了 好希望我是半豬吃虎的那個主角啊 我可以是個虎 但我要半豬 這樣感覺是一個 別有用心的一個強勢的人 他別有用心假裝是一個弱者 但是呢 在關鍵的時刻 他絕地反擊 讓大家大吃一驚 原來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潛伏在我們身邊啊 這樣的人呢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 有良心的一個半豬吃虎啊 因為如果他在對敵戰咒中 你可以半豬吃虎 但是對自己人還是不要半豬吃虎 可能在職場上 像我們就是值得我們保 我們還握著幾個牌了 我們下一步的可能會 我們的絕 我們的絕技 大家還不知道 這個可以 但婚姻當中不應該吧 這個就是我們從外觀看了 你如果這個女性長得比較柔弱啊 或這個男生 男人在我們觀眾面前說話又比較強勢 我們會這樣認為 對吧 其實未必 可能內心就是這個強這個弱 未必 也可能 就表面上柔弱的人 不一定就是我們認定的她心理柔弱 有時候有些人啊 你跟她接觸看她 脾氣也比較重 說話呢 好像也比較粗 但是這個人很誠實啊 你跟她相處了以後 在關鍵的時候你會發現 她會挺身而出的 但有些人呢 平時你跟她相處 也比較柔和啊 看著好像還比較弱 最後把你給騙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半豬吃虎 就是有時有些女性 也不能過於的太愛面子了 她說她也很 有的東西她不示弱 她不太愛面子了 可能會掩蓋 你該要的就要 該說就說嘛 也不止這個 就是說有時她是在婚姻中 她可能會受到一些 啞巴吃黃脸 有苦說不出 她也不願意跟別人講 總是在別人面前要裝 我這個婚姻多美好啊 然後呢 就像我們朋友圈都是假的嘛 是吧 老是讓別人羡慕自己 我的朋友圈真的 成功 您是特例 羡慕她自己的人生 是多麼成功的人生的典範 但是這樣的女性呢 反而很容易被丈夫 扮住吃老虎 反而容易被丈夫呢 被丈夫扮住 對 有可能是陷入丈夫的圈套裡面 是因為她里外的這個身份 她自我是不一樣的嘛 她可能她婚姻中的 婚姻是個邪的啊 你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啊 但是她比較虛容 或者說她愛面子 或者說她自己 逃避自己生活中的問題 不願意正視她 所以一直在自欺欺人 覺得自己好像是成功的 成功的女性 成功人生 我的生活多麼 通常 那裡 最初 最早 震撼 通常 你 希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